阿鲁和阿卡西亚的战斗激烈进行中 两边都很激动 都在拼尽力气狂吼着 阿卡西亚我来了 放马过来 阿鲁 嘿嘿 不这么吼一嗓子 大家的中二魂快憋不住了 两位肌肉猛男拼上了性命战斗 怎么能少了热血的气势呢 两边都猛足了干劲 相互往对方脸上送拳头 肉包战就是这样 打起来才好看 相互挨了拳头后 两人又快速分开 阿鲁摆动手指 招出数万只长叉 朝阿卡西亚攻了过去 阿卡西亚被叉子包围 但看不出 他有想躲开的意图 阿鲁大手一挥 数万只叉子 按照他的指示 朝阿卡西亚盖了过去 这招喷气时叉 不仅可以拉开距离 还能让大家一起看大爆炸 就像看烟花一样 无数只叉子在天空炸开 荡起了一阵漩涡 如同核弹炸裂 威力非同一般 但很快 剧烈声响过后 半空又恢复了清明 烟雾煞时间就敲散了 显然 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阿鲁追到这些攻击 都被他吃干净了 好啊 你吃得下的话 那就再多来点吧 阿鲁跳着半空 又无情的给了他一圈 好吃你就多吃点 阿鲁感觉这次抽拳 跟上次不一样了 他的手落在阿卡西亚的肚子上 但像是被钳子夹住了一样 是嘴 阿卡西亚这个浑身长嘴的家伙 一口咬住了阿鲁的手 就像咬住珊瑚那样 阿鲁疼痛难忍 但没有让他得逞 而是猛一发力 将力量都集中在拳头上 把阿卡西亚狠狠走到了地上 从半空 一拳将人摁到地上爆锤 这场面 想想就壮观 只是本就快要炸裂的地球 受到垂直的打击 应该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被摁在地上的阿卡西亚 顽强的挥动坚硬的尾巴 朝阿鲁抽了一遍 阿鲁不肯放手 保持着束缚他的姿势 而后朝他身体咬了下去 撕开他的肉 一口一口吃着 如此生往的作战方式 无论是NU还是阿卡西亚 都是同一回戒 而阿鲁却一而再再二三用这招 这跟野性十足的猛兽 有什么分别 不过 阿卡西亚很欣赏这样的阿鲁 于是 二人扭打得更激烈了 阿卡西亚朝天空一声怒吼 将居高临下的阿鲁吼飞 阿鲁像会星一样飞上了天 但他迅速稳定身形 这时 阿卡西亚已经又站起身了 阿卡西亚称赞道 不错啊 阿鲁 简直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 但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给我更多 我要更多 在他等着和阿鲁再战的时候 迪罗乌斯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又又又又准备了激光球 看来 他又要进行新轮的轰击了 阿卡西亚没料到迪罗乌斯 还有上场机会 他的现身 让现场情况更复杂了 于是骂道 你怎么还没死啊 你这大蜥蜴 省省吧 光是蓄力就很花时间的 然而 他的能量弹却在眨眼间就完成了 这时 阿卡西亚才注意到 迪罗乌斯其实一直在天空路的里世界中 在那里 只要一瞬间就能积满能量 不过 就算蓄积完成了又贼量 不还是小打小闹吗 你这白痴 就算那样 你的招也很弱 阿卡西亚以为自己 能轻易接下龙王迪罗乌斯的攻击 所以并不把他当回事 然而 在他准备出击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像是灵魂出窍了一样 卧槽 差点就以为自己要升天了 被吓出魂的阿卡西亚 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这一招就是先前 斯塔金和阿鲁都感受过的 狼王吉尼斯探索的加强版 光是普通版本 就让阿鲁和斯塔金招架不住 这次来的加强版更是厉害 阿卡西亚两眼充血 骂骂咧咧道 该死的破野狗 而属于正派的攻击还没完 派尔喊道 就是现在 全员攻击 将全身的愤怒灌住其中 泽布拉对准阿卡西亚突出阴弹 可可和萨尼 以及龙王猿王陆王 也跟上了输出 所有冲击都朝阿卡西亚而去 因为被狼王短暂控制 所以大家才找到了这个出手的机会 这次应该能干掉他了吧 巨大的能量汇聚到了一点 卓尔的能量在半空激荡 但隐约间 能看到阿卡西亚长大了嘴的影子 这不是错觉 他真的在大口吃着 朝他射过来的劲爆冲击 原本膨胀的能量风暴 渐渐成了柔和的烟雾 没想到 即便到了这时候 他照样吃得下 却无法比拟的攻击能量 只是 阿卡西亚这次切换回了最初的肉流形象 不得不说 还是这个形象 看着更有反派的味 他大口吸着 直到身旁最后一次冲击波 也消失殆计 然后 他回头对阿鲁等人 献上了一个甜甜的微笑 而被吸收的能量在他身体里 像是冒泡一样 在噗噗噗噗的翻滚着 他以胜利者之姿 蔑视着所有人 苍蝇们 派尔非常紧张 这招汇集了自己 和部分霸王还有四天王的力量 怎么还是搞不定这个怪物 他从阿卡西亚喊道 阿卡西亚 你的身体应该已经极限了 阿卡西亚回敬他一个我没事的笑容 哼 这还差得远呢 还不够还不够 远远不够啊 看出来了 阿卡西亚变换一个形态后 就会多几句口头馋 开始是一般般 现在是还不够 此时 阿卡西亚最想干掉的 是爱事的狼王吉尼斯 他一把揪住狼王的脑袋 然后一口将他咬下 看着这一幕 派尔直呼 卧槽 这下还有救吗 可阿卡西亚吃了狼王的脑袋还不够 刚才对他出手的 他都记下了 他看准龙王狄罗乌斯的位置 随后冲上半空 咬掉了他一半的脑袋 但在这过程中 阿卡西亚也被龙王狄罗乌斯的牙 灌穿了脖子 阿卡西亚疯狂扯下狄罗乌斯的脖子 对他来说 龙王太容易对付了 目睹这一切的布兰奇 感觉一阵恶寒 不妙啊 刚才的阿卡西亚 好歹还能放放狠话 现在的他已经彻底疯了 他打算吃光在场的所有生物 还是快点逃命比较好啊 他一把暴主还在看戏的遂寒三有 打算将它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他已经晚了 阿卡西亚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行踪 一口吐吸过来 将他们四人的下半身都抹掉了 刚刚还在傻眼 这下什么都没了 可可大惊 这意外来得毫无预兆 仿佛所有人的性命 都被阿卡西亚一人拿捏了 再不开挂 可就来不及了 阿卡西亚两眼喷射激光 朝可可萨尼泽布拉扫射过来 刹那间 三人除了脑袋都被轰成了肉块 几乎在同一时间 阿卡西亚回头咬掉了 猿王班比娜的身体 来了个没开二度 在场的人面对他压倒性的实力 没有半点反击之力 下一个受到攻击的是鹿王 阿卡西亚再发吐息 一口将其头打了下来 而后又把矛头对准了新王穆恩 穆恩被他一口咬掉了半个头 派尔完全被吓傻了 他站立的冒冷汗 朝身后喊着 大家快逃啊 在他吆喝大家逃命的时候 阿鲁淡定的站在他身前 示意他保持阵地 这情况怎么可能淡定的了吧 连地球最强的八王 都又被他干掉了一遍 阿鲁却冷静的说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绝望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佩尔 阿卡西亚散发出的美味 越来越浓郁了 再加一把劲 大家绝对能围坐在希望的饭桌前的 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和觉悟前来的 即便看到最好搭档小松 只剩半个身子在半空飞 他也不会动摇 因为这时候绝望 就是给阿卡西亚达到自己的机会 而同样的 小松的眼神里也没有迟疑和害怕 他和阿鲁一样相信 胜利就在眼前 阿卡西亚大闹一番后 心满意足地看向眼下唯一的战力 还不服输的阿鲁 阿鲁上前 坦荡地冲他喊话 来吧 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 这是最后的全力一击 愤怒的全套菜单 在阿鲁和杀疯了的阿卡西亚对峙的时候 铁瓶看着不断崩裂的地面陷入了沉思 他深切知道地球就要不行了 而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地球的崩坏面越来越广 仿佛下一秒 整个地面都要散架了 地面凹陷了一大块 轰隆隆的声音此起彼伏 铁瓶却隐隐感觉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这是压倒性的能量 是生命类的气息 这股气息是从地下传来的 在他专注地球动静的时候 阿卡西亚已经吞掉了巴王 此时 他的身体不断膨胀 很多地方还出现了开裂的情况 面对实力又增强的阿卡西亚 派尔反问 阿鲁你也觉察到了吗 阿鲁表示 还不知道那个个体中 还保留着多少阿卡西亚的意识 但他渐渐地被自己的食欲所吞噬了 果然阿卡西亚 他没有吃什么适合食材 阿卡西亚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拳头菜单 吃下了自己的食欲的我 非常清楚这一点 而眼前的阿卡西亚 只是一个家的嘟囔着 还没完 还没结束啊 我还在这里啊 我的食物就在这里啊 阿卡西亚高举拳头 想解决掉阿鲁 原本就巨大的拳头 这次更是出气的大 阿鲁还没有回手 就被摁住了 他的巨拳 落在本节要破碎的地球上 而且不止一拳 是轮番的 接连不断的几十拳 阿鲁倒是半点不慌 气势高昂的咆哮者 听到他的嘶吼 阿卡西亚满意的呼喊者 对 就是这样 我就是想听你 那临终的悲鸣啊 三虎却提醒他 竖起耳朵仔细听 阿鲁叫喊声 才不是什么悲鸣 这可是男主的咆哮 阿鲁仰躺在地 虔诚的双手合适 向知识上所有的食材 奉上感谢之情 我开动了 别都不说 这点轰炸 连阿鲁裤子都没炸烂 又怎么可能干掉他呢